吃奶奶金牌也是美好的 巴西那块金牌的话应该三十月份吧 这个申诉期间很困难 需要一个时间 它这个就是在国际举联官网上已经公布了 公布了说它这个料药违规的事情 至于就是说可能还需要走一些程序 可能现在是我们一个国际举联的在改选 因为还没有闹听 确实对于个儿来说的话也是非常期待 可能这还是得程序还是得一步慢慢走 就是吃奶奶金牌也是美好的 吃奶奶金牌 吃奶奶内 看来吃致 我觉得您珍珍6 看来是小时候 要用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